這個做什麼?媽媽,這個雞蛋 也看不到什麼茶碗蒸 哦,好吃 我們用日本上湯 就是把均勻浸水後 放少許微淋一點的醬油 三份水,一份蛋 是,很容易的 我們這裡有150的水 我們放到200 不是,200也好嗎? 就剛剛好 我們發勻了之後 你不要那麼大力發,發得起 是嗎? 對不起 因為我發雞蛋以為是溫柔一點 那我們就倒下去 你倒的時候不要倒到它滿死 給它一點 可以嗎?夠不夠? 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是不是? 這樣就很厲害了 先放在電飯煲上蒸 雞蛋也有好處,大家都很熟悉 換言之,一定有蛋白質 脂肪還有卵輪脂 卵輪脂有什麼用呢? 可以促進你的大腦發展 而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改善記憶力 好,同時,雞蛋裡面含有葉黃素 可以抗氧化和保護眼睛 免受紫外線的傷害 研究真的很好 對,我也背得很好 你不是背的,你只讀它 是 是嗎? 蓋上它 蓋上它 那滾水蒸它多久? 八分鐘 八分鐘? 八分鐘之後,你撈它上來 等它幾分鐘,你才拿走它 冬菇要先放進裡面,如果已經熟了 你先蒸它一會兒 你蒸它大約五分到六分都可以 因為它比較乾淨 然後才放上去 再蒸它 這個時間夠了 五分鐘後已經蒸了 放些材料進去 對 很熱 金筍 這個茶碗才有緣意 快點… 冬菇 全部都是一雙一對 快點吸收 快點吸收 再吸收一會兒 好,茶碗蒸就夠了 你拿起去保持冷靜 然後茶碗蒸也是保持冷靜 放幾分鐘 沒錯 你起碼也放五分鐘 五分鐘,好的